害我嚇一跳 找啊 罐了 找到了 沒有 我也希望是 但是他 確實是 請問以女生的角度來看 哪是這樣的 啊 我想說一下好問 哈哈 我是不認識他 我覺得今天是以正常的角度來說 欸他當然是對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喜劇的文化的 我覺得應該是case by case 可是應該是分牌獎的 對對對 如果今天老K他是在私底下 公開直播 來嗆榮這件事 那可能就不對 畢竟他是一個私自的機會 可是他是在那種公開活動 上 可是這前提上也有說 沒有啦那個啊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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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覺得 他就不希望 他跟賀龍 一般 我覺得一件事把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 靠這個一個小時半的電池 容量就可以足以 所以就這樣 麥克風擺麥克風 鏡頭擺鏡頭 對就是這樣尷尬的情形 我有戴耳機的監聽 也不用監聽了 我完全沒有接任何設備 哈哈哈哈 不用了不用了 所以我們開始了就對了 對對對 什麼時候開始了 在前三十秒 正確的監聽 應該沒有放上去 來喔 有 不要緊啦 沒關係啦 我一個碗不是什麼腳 可是我還是覺得 可以聊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 還在浪頭上 我真的假 對啊對啊 但是我完全 欸 但是我 等一下 沒關係 好 脫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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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打個銅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贊同了 呵呵 不是因為瓜姐的關係 只不過是因為 我覺得這是一個 捍衛言論自有的過程 對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 印書底下的事情 對不對 我覺得他怕你 他的過去 做什麼 什麼款的 一些 感情思 我覺得那都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是看戲啦 對啊 然後我們就是屬於 旁觀者群啦 吃瓜者群 吃瓜群 吃瓜群眾啦 呵呵呵 昨天連續 四五組直播吧 四五組直播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看這件事情 真的追得大家好累 然後後來結果也好累 可是我 因為我對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不感興趣啦 所以我完全就是 從旁 就是 從那邊攝取一點 那邊攝取一點 很像在那種 進行光合作用 呵呵呵 欸我 這裡 那邊攝取一點 okokok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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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家好 今天 我抱歉 說十點就要來 結果我睡過頭 我現在已經喬治化了 然後我們今天有在標題 畢的一個人叫做 頭號 阿哈喬喬治頭號本師 對 對 這個人是誰呢 我今天阿波的時候 我打開我的手機 我發現一件 一件事就是 我從來變成 台南走跳王 阿哈喬喬治 那個 那個 新永華 天圈 欸 七腿三兄弟 不是 七腿三兄弟 欸 那個 欸 M8 江爆餃子 欸 那個 喬治的 頭號本師 同時三個粉絲 嚇死我了 我哪會變頭號本絲 欸 我一直都說我是喬黑我驕傲 對 我變頭號本絲 這是我人生的一大污點 所以我們今天的特別IP 已經到了 而且就是 又是阿基本人 對對對 阿我想我 想我幫他 隔一個東西 就是我變成頭號粉絲 我去他的粉絲專頁留言 不知道該怎麼隔到 像 像那個 所有排隊的滋味 啊 不然就是 有可能 有可能會拿到 米其林 新興的 阿俠飯店 啊 不然就是 那個 貴到有點謠不可及的 老乾杯 是不是可以吃得到呢 我們就要看 阿兄喬治的表現 好不好 哈哈哈 對 我們今天也有邀請 阿兄喬治 欸有喔 真的有邀請 喔不可 他用 他去教養參加 另外一個 也是直播主的 那個直播啦 欸真的很紅欸 約不到了 約不到了 對啊 欸 叫敲通告欸 阿兄喬治已經不是 我們出兵的卡電話的 你在哪裡了 那種人啊 沒有啊沒有啊 不行了 阿兄喬治已經不是我們的 阿兄喬治了 喔 而且他去了直播頻道 還是要訂閱才有的 沒付錢還看不到 幹他完全不把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點開網址就看得到了 這個 放在眼裡 放在卡頭呼欸 對啊 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 免費仔 好那個 之前有跟阿兄喬治路過的 那些都可以刪掉了 我們就此 好不好 立下儲和和戒 不要啦還是留下 喔還是留下 你知道他那一個 他那一個 AV男友的直播已經破五千了 已經破五千了 已經破五千了 他已經比他的那個 觀看人數還高了 對 比正片的觀看人數還高 對 很扯很扯很扯 然後線上有很多 很久沒有看到的朋友 謝謝 謝謝佳馨他說嗨 然後 佳聖說晚上好 然後Sandy說他剛剛有來 所以 請我們注意防疫這樣子 對對對 我剛才來了 嘿嘿嘿 我剛才在講什麼 喔 你講什麼名 你講什麼名 我是沒吃到 沒有 原本我不想 欸 這個牌子還沒吃到 頂好意面 頂好意面 畢竟是我 打開我那個 心中那個 那個 滋味 滋味的那個味蕾的開始 喔 已經準備好了 對 但我那時候 我要騎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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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現在看到 我右手邊的 青阿卡 有兩桌空桌 兩桌空桌啦 青阿卡 那有時候 有吃飯時間在排隊的 我看到兩桌的空桌 我隨車停下來 有稍微有進 那種 快走的方式 走道路去拿 一張那個 那個 menu 欸 我就吃了青阿卡 青阿卡 青阿卡 欸 我跟你講 青阿卡 這間 這間洋吃麵 怎麼說也是我們的回憶啦 紅滷味那間 欸 對 紅滷味那間 啊 為什麼是我們回憶 因為我們早期 在十幾年前 在國華街的時候 那邊招挑啊 喔 蜜蜜蜜蜜 我們只吃 傳承滷味就是吃青阿卡的洋蔥麵 對對對 所以 傳承滷味也還在喔 傳承滷味有有有有 他現在變店面了 啊 所以 所以青阿卡有時候吃的 就是吃那種感覺 對啊 坐在那裡 回味 坐在那裡 吃麵的時候 你看到年輕人 來 喬治趙古 我 回味 那要散啊 說真的我最近真的做了蠻多喬治考古的 有有有 為了要讓他這個 在大西亞快要結束之前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你看到這些 這些影片慢慢被挖出來 我跟妳講 因為這些影片我看過了 我跟妳講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王 始祖 蔡阿卡 之前的那種 欸 他真的比蔡阿卡還資深嗎 對啊 而且他比千千還要早做吃播 喔這是真的 真的咧 我說真的咧 他在吃東西 有時候看他吃東西 是有稍微吃不下去 他說 有稍微吃不下去 不可 我跟他做這件事 欸 他有他的目標性 那時候覺得人生 那個喬治的人生 一片光明 不可 不可 就沒人幫他操作 因為我都幫他扭曲阿 有時候我看喬治 欸喬治 欸 欸 你的那個 你睡會會瘋 啊瘋了還會停 停了還會瘋 我都會 我都會被扭曲阿 所以我剛剛 對老闆來說沒幫助啦 你知道我今天原本晚上 剛剛如果沒睡著的話 我要上的一部片是什麼片嗎 還什麼片 就是你在AKS LIVE 叫他模仿各種 政治人物那一部 那一出我好像 在我的IG裡面也有放 我好像是IG在哪裡 欸我還有中出 中回來看 那個真的很好笑 如果有機會 大家如果 追蹤一下喬治的頻道 對 我覺得這一出真的還蠻不錯的 叫他模仿沈玉玲 唱500的歌 對對對 類似 然後叫他模仿 模仿500 學文職教 等等 我覺得這個蠻好玩 很強 直到現在都還很好笑 然後 我跟你講 就算不管他是模仿沈玉玲 模仿500 甚至帥一點的劉德華 或是 等等 彭宇彥 都一樣 都一樣 好不好 大家敬請期待喬治的頻道 OK 然後 最後再講一個喬治的頻道 就是昨天我跟喬治說 欸那個RPG RPG 也開新台了 訂閱數現在還沒有你的YouTube高 你現在已經變成喬治天花板了 你現在是200多RPG才剛開而已 新開天花板了 結果今天馬上被唐玉追過了 一定要追過的啊 對 沒有追過人勝五點 跟我拿著頭號粉絲一樣 我很怕要超越 你知道嗎 我現在已經想說 靠北我到底要幹嘛 還可以增加我YouTube的人數 欸 怕超越真的是 欸 欸 那時候都反太水了 欸 很痛 呵呵呵 所以現在聽到這裡的阿基粉絲們 請到阿基YouTube按下訂閱吧 按下訂閱 感謝 那喬治有看不一定要訂閱沒關係 呵呵 要不然你看完退訂也可以 呵呵呵 呵呵 看完退訂 然後粉絲再退戰這樣 呵呵 然後 上一次在那個阿媽你看四集 欸不是 是那個 對外東街的四集 南吼 南吼 上一次的南吼 銀銅社區 銀銅社區 然後 他在那邊吃麵 遇到你 嘿 說 為什麼找呱吉沒有去 沒有約他 有我看 那一部還重新的 上字幕叫呱吉看 喔真假 呱吉有看嗎 應該有 喔有有 他說等一下我會開會 等一下馬上看 有啦有啦 其實我最早 看到我身邊朋友有 呱吉 這兩個字的一個 呃 這個名稱在我生活周遭 是從喬治開始 哇 你知道喬治有買一個什麼東西嗎 呱吉吃大便那個蠶屎甲 哇 他有買 對 我就是從那時候才認識呱吉 周邊商品還買下去 他有買他有買 所以我我我認同他是 瓜粉 滴滴散瓜瓜 有 滴滴散瓜瓜 有 有 有花錢的 有花錢的 而且上班表演的周邊 不是那麼容易買的 對 而且重點是算早期的 沒錯 非常久了 當醫院前的 厲害厲害厲害 瓜吉吃大便 好啦如果瓜吉有聽到的話 我們看看 最後大家的冠軍是誰 再決定你要不要約他吧 Sandy問說 什麼時候才有你的活動 就是 最近阿基有沒有什麼活動 欸 活動 欸 暫時還沒有啦 有些在確定 唉唷 有些在確定 然後有些 還在等 唉唷 有些等人來找我 唉唷 這樣懂了齁 哈哈哈哈 有一場已經確定了 但是是 未公開啦 就是 那個 11月底有一個這個 歪嘴雞的 講 講 迷事達人講唱會 對對對 可是這是這個封閉型活動這樣 對對對 所以歡迎包廠 我們只願包廠活動 這算是包廠活動欸 不開放 不開放 還要買包廠 還要點點一些 什麼 清茶無糖炒冰 對對對 滴消 沒錯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包廠 對 確定的是這個啦 就11月底那個 禮拜二 有點尷尬 時間上有點尷尬 辛苦 撲一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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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班就要坐車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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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謝謝Charlie 幫我們附上阿姬的YouTube頻道 直接按線下去 然後 你打當順便聽一下 對啊 我真的很氣 你知道嗎 怎麼說 憔悴 他會在YouTube上面獲得十萬的YouTube推播 十萬 十萬 是怎樣 就是YouTube他在任何大嘻哈網友 因為大蝦現在平均觀看量有十萬 所以等於有十萬個大蝦粉 他都把它推過去 讓大蝦粉看喬翠 對 結果 結果 目前流來量兩萬 喔兩萬了 對 喬翠那首歌兩萬 其實真的很高 雖然有推十萬 但是只有很多人都沒看這樣 但是已經很高了 對喬治來說很高了 大家因為喬黑 我們這個喬黑有感染力 對 大家看到喬治癒 自然而然 對 心中會發出那種 有點厭惡的聲音 哈哈哈哈 恭喜那八萬的沒有被汙染 哈哈哈哈 恭喜啦 恭喜啦 可是喬翠他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蠻值得一看再看 真的嗎 你還是 對 你知道他的節奏 他的節奏感 在這個影片裡面 這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是完全沒有節奏感 我跟你講他什麼時候跑拍 什麼時候開始跑拍 你就看到BR 就在他旁邊不勾牽大BR 對 什麼時候開始笑 就在那邊 什麼時候開始跑拍 哈哈哈哈 我就觀察非常的細緻 對對對 你知道看到BR要笑 你就知道他跑拍了 對對對 這就是喬治的風格 沒錯 就很像拼圈 你知道嗎 就很像拼圈一樣 拼圈他 我今天特別去看了一下 其實拼圈他的波就是很特別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正題了 是嗎 已經進入大蝦時代冠軍預測了 對 我們談論一下大嘻哈好了 對 我覺得 我先講這個 大家覺得很特別的 先會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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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談論一下就是 大家最 特 大家覺得最特別的 拼圈 我覺得大家覺得特別的 拼圈 拼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flow 很不一定 完全想不到 他的拍子 其實是很碎的 對 他在唸的時候 就是 有在拍子上 所以你會很難 Gate到他的那個 拍點 真的 我覺得他難Gate到拍點是怎樣 他的flow都不是在四四結紋 你知道嗎 他的最後那個 押韻的那個punch 都不是在四四拍的上 所以你會覺得 欸 這個他多唱了 你會覺得 很特別 這個地方 抓不到那個 那個節奏感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拼圈的flow 但是他不是唱錯 他是真的這樣設計 對 他就是這樣設計 其實這種 我會把它 歸類在free tempo 就是他沒有所謂的 一定的 一定的flow的編排 像我們寫歌都會編排 蛤 我們會對仗 他每一次唱都不一樣嗎 不一樣 他也有 他固定的 也有他所謂的 一樣的flow 他也有 他很free的 哎呦 很free的flow 我跟你講 以這個最free的比喻 我就剛好有遇到一個前輩 就是這樣 哎呦 這個前輩很厲害 就是 大帝 吃很重要 對 沒錯 吃很重要 對 他的flow就是很free的 他是怎樣呢 他就是先寫完再配歌詞 他先寫完再配beat 所以他的flow都是很不一定的 他就是想要 我這邊停一下 來 我這邊再停一下 然後再配曲的時候 我唱到這邊 可以停一下 多唱兩個字 再唱下一句 他會這樣子 所以你會很難抓到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punch 哇 當年你還要跟他一起合唱 辛苦了 很厲害 上次我是覺得很厲害 我是覺得蠻厲害的 有網友留言 就是這個 黃自由嗎 黃大 黃兄 黃兄好黃兄 說這個 請問阿兄有賣票嗎 這個問題 他沒有 他有賣便當 對 他有賣便當 對 目前可能只賣便當 跟醬爆酒汁 然後DUSTIN DUSTIN 耶 說終於要認真了 就前面都會這樣暖場一下 不好意思 邱鮑勃說 阿姬最近發福了歐 他沒有 他沒有問喔 他是直接 直接說你發福 好 OK 歡迎正的朋友 邱鮑勃 有 沒有吧 沒有吧 我個人覺得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我覺得 我每天看 好 那如如你覺得 像大嘻哈這個已經快接近寂寞 對 寂寞吧 對 那你覺得 這個在你心中有 他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綜藝節目 還是 他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競賽節目 欸 坦白說我對他的這個 預期 原本是沒有很好 喔真的嗎 因為原本他在醞釀的時候 我覺得 哇這個動作這麼慢 然後海選 連海選的影片都沒剪 海選 一大堆很有梗的人 真的嗎 像東驅德壯壯 或郭修藝人 東驅德現在如果 有剪 現在那流量就爆了 都沒剪阿 海選完全 就是浪費那些影片 都可惜阿 欸真的耶 我一開始以為第一集 是海選的一些片段 都沒有 完全沒有耶 而且我朋友其實他有拍 喬治在海選的時候 他是禁止人家去看他海選的影片 哈哈哈哈 你知道有多落差 我原本要說落差 不好意思啊 跪球騙遠 又有練想變蠟慘 所以變蠟慘 哈哈哈哈 你看這個有多落差 蠟慘 蠟慘 蠟慘啦蠟慘 對對對 跪球騙遠 你看現在最紅是阿匈喬治 哇 對你看 一個海選沒有進的人 哇 現在變成兩萬訂閱 兩萬觀看 兩萬觀看 兩百訂閱 這就是名字啦 這就是名字啦 這就是這些參賽者的名字 好啦 別這樣別這樣 大家都有新鋼鐵啦 大家說有新鋼鐵 但 因為阿匹喬治這件事情 我覺得 哇這個 已經變成大家的這個 創作題材了 很多小YouTube頻道 開始來剪迷音 不選阿匹喬治其他的這些贏的人 或是評審們 我以為甚至還有模仿阿匹喬治耶 我嚇死了 我好希望 變成模仿對象喔 但沒有還沒有 這跟嚴程序沒有什麼不一樣了 這全民大風鍋 模仿嚴程序耶 模仿彭語燕 已經變成模仿阿匹喬治了 還沒有走到這裡 而且我覺得 我真的有感受到阿匹喬治在 在在在在在在 哎呦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我有一次在那個 華臉書的時候 看到一個自由時報的一個提問 就是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已經不知道 等等等 他會有一個 那個填控題 對對對 然後 以下開放填控 我就說 現在的小朋友都不認識阿匹喬治 你知道那個站破百的耶 你的站破百 嚇死我了 我只怕阿匹喬治四個禮 開幕我二十秒 我真的是 我認同啦 我認同阿匹喬治真的有燒到 有夠力啦 有夠力 然後你剛剛說這個 拼卷算是你認為的遺珠之汗嗎 欸 拼卷 好沒有 他只是 他只是故意拉拍這件事情 對對對 那遺珠之汗 誰是遺珠之汗 我覺得遺珠 我是 因為 不要說我是 挺自家人 對 我覺得韓生真的很認真 你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韓生認真耶 因為他 你看他在那個 前六強那個 那個藝人合作賽跟 在地文化 他兩首歌 都是現寫的 有些人會唱以前的歌嘛 他兩首歌一聽 其實我那些歌我都沒有聽過 所以代表他都是 真的是以 我不知道他們的籌備時間 差不多兩個禮拜一個月 很短耶 其實很短 你看他要在兩個禮拜之內 去 背完 寫完兩首歌 甚至還 對 兩首都新寫 因為另外一首是 那個一定要新寫 哦 那一定要新寫 而且台灣文化他也沒有在寫台灣文化的 你看 兩個禮拜要寫完兩首歌 還要背好 還要加上他女兒 我抱兒子的女兒 才剛出生 誒 這種心理壓力多大 超大 對 而且我覺得韓生這個表演很好 對啊 撇開一些 就是他的忘記 這是俠不言語 哈哈哈哈 俠不言語是不是 俠不言語 校長這樣 在群道上面 每次的評語的結尾 我 我那時候在看 因為我有一個習慣是 我會先 禮拜六 晚上先看 首播 就是台視首播 然後我覺得 因為不錯的歌 我就會去 Youtube找來聽 對 然後我在那個什麼 台視看那個直播的時候 我就聽到 Doki說那個俠不言語 我說 金句 哈哈哈哈 這應該是金句了 哈哈 沒想到真的是北桂 廣為流傳 流流流 不錯 金句創造者 韓生我覺得最可惜的是他那個 暫時的鑽石的饒舌歌手 那個 我覺得這個算是大招 放太早了 對 那個 敲螢幕敲的這樣子 可是那個壓力也很大 你看 你是跟那個 女士卷 踢管 沒有他跟BCW 喔BCW 他是踢管對抗 如果你今天輸了 哇塞 你看像拼圈就輸了 對 拼圈輸了他就沒有上去 對 他就是沒有過關 因為你要過關他才有加成 然後加成他才會有辦法 再往上爬 對 才有機會進到那個七強 對啊 可是那一場賽 大家也覺得很疑惑 就是 大家在最後評選都是 你到底有沒有進步 而不是你贏過了你的對手這樣 啊 有沒有比以前自己還要好 對啊 可是我覺得有贏就是 才有加成 你看所有都是贏的 除了Gamber以外 他是贏了還沒上的 對對對 就這麼特別 他就是贏了 除了 而且還贏國蛋 贏國蛋還沒上 對不對 不是贏啊 就是他覺得他表演有 有超過那個水準 對對對 對對對 欸 Dustin說 台南暴龍 誰是台南暴龍 是指阿兄嗎 欸他有一段時間 真的是阿兄 那個台南暴龍 他有點那個QQmoto 就是那時候 流行話語裡面那個Qmoto 對 他有點過 他有點 燙過 他有燙過 他有點過台灣國瑜 我們一直要提到阿兄的原因 就是因為 就是 我們覺得他今天應該會來的 對 沒想到 這麼難約 對啊 他應該是看不起啦 對啊 幫我標籤他 待會換他 配合一下喬治 嗯 那還有一個移出戰 是我一直覺得 他是在熱油溝裡面 會一直有熱度的 是JY 但是JY 膽白說 我覺得我自己看他現場 比看電視都還要精彩 所以我有一種覺得 啊 沒有使出全力的感覺 真的 可惜 其實JY 真的是現場比較好感 就是你要真的到現場就看不到 對不對 JY 我覺得他是 最緊張啦 我跟他難免啦 因為 因為 電視節目 頭前跟 四爺的 金曲等級的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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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表演 在那裡還有 四五十個在那裡 在那裡 這不算我 拍阿球的時候 在那裡 那是很緊張的 那是很緊張的 我相信 所以我覺得JY 這是 俠不言語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JY太緊張了啦 很可惜 不然JY有好多 很嗨的歌 很炸的歌 都還沒有唱 像他 我忘記一哪一part 嗯 欸 什麼 1 by 1 他拿了一首 什麼 我忘記了 他不知道要唱什麼歌 我忘記了 啊 不重要 我覺得他在 我覺得1 by 1 算是蠻緊張 因為你 不是贏就是輸 所以我覺得你那時候 應該要拿出你覺得 最有勝算的歌曲 對 為什麼你不要唱 撐嘴 哈哈哈哈 還可以閉嘴一下 還可以聽到我 有一點點聲音 對 除了我在 大吉他裡面 至少卡拉也有我的聲音 對 要不然去唱那個 農村的帶子 嘿阿 嘿阿 可惜了 嘿阿 可惜了 可惜了 JY 那還有什麼遺書之憾 嗯 遺書我蠻喜歡一個 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 他蠻前面就不見了 呵呵 呵呵 你說的不會無塞腳湯吧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我是因為 大蝦時代我才知道這個 喔 對對對 我要翻譯一下 呵呵 他第一首歌叫做 龔寶雞丁 喔 你們知道嗎 龔敬文 嗯 我覺得 我覺得他特別是他的 歌詞很日常 呵 我覺得很喜歡他的歌詞是 很像在聊天這樣 對 我覺得這就 我覺得這就很棒啊 他沒有很誇事的那些用字淺詞 然後 第二就是 他不會好人 嗯 對 我覺得這就是很女友 很女友 呵呵 我怕他人問很多 哈哈哈哈 這比較女友啦 好啊 啊 但是他好像萬敗萬的時 被叫楊麗淘汰掉 這樣子 對啊 可惜 可惜 我覺得他不錯了 對啊 還有 我覺得還有一個也不錯 我覺得他的聲音 我先論他的那個 天生之子 就是他的聲音 還有他的 那種 那種 律動 有一個叫做 C 欸我跟你講 C-block 不是 C-block在中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大西亞時代有一個最難的 一個課題是什麼 就是他們名字都記不起來 哈哈哈哈 全部都是英文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我找到 然後那個 謝嘉 WAI是什麼 然後這個 他說阿姬晚上好 這個 感謝大家支持 這麼深夜的直播 對對對 感謝 感謝 我剛剛因為我睡過頭了 所以就這個 我沒有準時開播 對對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C號 是嗎 C號 C號 喔 很快點了 你幫我看 對 Dougie Daddy 對 他唱的就是Dougie Daddy Dougie Daddy 對對對 我覺得他拍子很準 唉唷 忘記他是 也是one by one的時候 他唱一個 前面前奏也是no tempo no tempo就是他沒有古典 對 他只有和弦在進行 然後他只有 呃 可能只有剛 我不知道就是 很輕鬆的 很簡單 很精簡的旋律在走而已 他就是沒有古典 其實我覺得正常來說 如果是以一個 勞蛇歌手 平常又沒在跳舞 有可能身體又沒去學講講 所以你對這種 你對這種 我不知道 節奏感可能會比較難拿捏 很難捏 很難拿捏啦 像我就完全沒辦法 我只要過四 你還學過舞蹈 哈哈哈哈 我還跳過舞耶 哈哈哈哈 對 只要超 我覺得只要超過兩個八 應該都會跑掉 正常來說應該都會跑掉 對 所以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是 我忘記他前奏是多長 他幾乎都在拍子上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我來說 就很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他蠻遺豬的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不會 會有更多更棒的主題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覺得 我就論他的貼身之子 就是他的聲音很棒 哼 然後他的 那個 律動很好 來主題要更多元化一點 對啊 說到主題 我覺得有一個 我一直覺得 他的主題一直都是 這個 嘻哈圈很少見 就是 校長也很愛的 婆婆J 婆婆J 總是寫警察主題的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少見 這麼早就 這麼早就 這麼早就變好 你再不喜歡人生經驗 對啊 我們只會遇到婆婆J而已 哈哈哈哈 還要反躲 我沒辦法當婆婆J 對啊 婆婆J也不錯 聽那個 我忘記熊仔直播吧 他有說 婆婆J其實是 整個大廈裡面的 所有的 參賽者裡面 長粉長最多的 哦 不是喬治 不是喬治喔 喬治不是 不確定不是 青花也蠻多的啦 青花也蠻多的 對不對 其實婆婆J是 長粉長最多的 哎呀 而且你看像有很多那個 什麼 那個什麼 呃 很多偶像的粉絲 都有一個 暱稱 像那個 那個 什麼 喬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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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J好像有什麼 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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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忘記了 對對對 請大家幫我糾正一下 哈哈哈 我那時候好像不知道 聽誰講到 所以他是女粉吸的多囉 有女粉很多 你知道喬治現在YouTube頻道 我知道 哈哈哈 後台開下去 會嚇到 跟大家講一下比例 哈哈哈 九成八都是男的 哈哈哈 九成八都 沒有我跟你講 為什麼都有這麼多 男性的粉絲 對啊 怎麼說他也是從大象 傳媒 哈哈哈 廣為有傳 大家比較知道他 就是多方面 不是在那個 台南的這個圈圈裡面 在走跳 應該很少會有認識喬治 沒錯 透過我們大象傳媒 哈哈哈 喬治終於成長了 成長了至少 我跟你講至少有 呃 七成的男性 哈哈哈 所以他在節目吐槽 不是吐槽 他在節目大聲的講說 他把老婆本 拿去給央莉 對 他根本就沒有老婆本 我覺得他一定沒有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 他就算沒有老婆本 他也沒有存款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妳講 他存款都來買冰糖了 哈哈哈 沒有啦 沒有啦 節目效果啦 我尊重 我尊重 尊重他的老婆本 哈哈哈 要不然我早上吃老咖啡了 哎呀 哎呀 對 老乾杯是你跟他之前的約定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 你只是你想吃而已 哈哈哈 我只是單純沒吃過 哈哈哈 大家這個是 這個 趁個這個流量啦 對不對 趁起來 對 算作隔這個流量 沒錯 那宜珠之漢 還有嗎 對 嗯 覺得不錯的 不要說宜珠 對不對 嗯 我覺得那個批沙利也不錯啊 他也是 我因為大西洋時代才認識 這個我真的忘了 他做了什麼 他就是Auto Tube 他會用Auto Tube 就是他的麥克風會掛Auto Tube 然後 抽作得很好 哦 對 大家對他印象就是他Auto Tube 抽作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是會唱歌的啦 我覺得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說過 就是我覺得會唱歌的人來唱老舌一定都很好 嗯 對對對 唱老舌的去唱歌就不見得 不見得 你看喬治 對不對 我以為他要收校檔 哈哈哈 笑格有在練 笑格有在練 慢慢進步啦 慢慢進步 你看像那個 誰 唱歌很好聽 好去唱老舌 那個 OZ 哦 有沒有 對啊 然後像那個 那個 那個 瘦子 哦 瘦子唱得很好聽 他們好像都有練過 咧 咧 咧 我記得呂士軒有練過 哦 他說他以前是完全抓不到Key的 他現在OK了 哎呦 對 駕輕就熟 哈哈 但呂士軒在大嘻哈的表現有點 讓我覺得有點小失望 嗯 我覺得他選錯歌 啊 真的 我覺得他應該 我覺得那個像那種 節目的 競賽型的節目 我覺得他應該要唱他的 因為他畢竟節目台下有沒有群眾 他應該要唱就是 平常比較少會 在校園唱的歌 他有一首歌叫 抄了我 怎麼抄了回來了 對對 寫給他爸爸的那個 我覺得他就應該要唱這個 啊 對 他唱低電量 那真的是太怕了 很低 很低 對啊 因為呂士軒現場是 經過香菇玩認可 哎呀 他覺得 這個老蛇表演也可以這麼好看 哎呀 對啊 真的是不錯 可惜 可惜 我覺得台灣要表演得好 其實我 我 簡單來說我沒有經過大嘻哈 我如果沒有看過大嘻哈 我不知道台灣有這麼多可以表演的 對 我心中只有 可能那時候 可能只有 呂士軒跟 Rio Wang 對 可是我覺得透過大嘻哈 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沒有 有很多玩老蛇的那個 老蛇鴿頭其實表演都很不錯 哎唷 對對對 大家需要一個舞台 大家需要一個舞台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呃 大嘻哈時代對台灣嘻哈最大的貢獻 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嘻哈不是只有嘻哈 嗯 嗯 不錯 也不是只有精英獎那些 有去投精英獎的人 對 還有很多沒有投精英獎的人很棒 對 對 我會說你 哈哈哈哈 我有投過 你有投過 今年為什麼沒投 我投的那張比較特別啊 我投白色恐怖 哈哈哈哈 難怪沒傷 可惡 可惡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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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大嘻哈時代有什麼賽制 你覺得讓你 讓你覺得印象深刻 欸 我覺得找 線上很紅的藝人的這一 這一part是 嗯 是我個人覺得 賽制很棒 嗯 然後 對比中國有嘻哈 中國有嘻哈這一件事情 就沒有做得很成功 沒錯 然後 但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我總覺得 這個part 有一點點 可能做得太 太緊 緊觸嗎 還是怎樣 時間不夠準備怎樣 每一個老實的歌手在上面表現 我個人都沒有到很滿意 哦 對 哈哈 我覺得可以這麼 我覺得應該是 嗯 我覺得這也是他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不會因為 我覺得節目 今天節目效果 不是 節目他們的企劃可能覺得 他不會 因為你是怎麼樣去配給你什麼歌手 哦 這真的很兇耶 對這很兇耶 所以我覺得韓森 從到Masca 比FM 完全料想不到 哇塞這個真的超硬耶 而且 還不是唱什麼 Uncle 那個什麼一朵花 還是唱 他們的族語 母語的歌 台灣族語 欸很厲害 對他來說 而且重點還是拉丁曲風 嘿 對啊 韓森真的是 愛拜拜 愛拜拜 哈哈哈哈 愛拜拜 你唱一個公民唱的 哈哈哈哈 對啊 等一下 這個部分我覺得 像那個 我看完首播之後 又回去點來聽的 就兩首 欸 欸 其實我應該都會 每一首都會點來聽啦 只是我 對兩首特別印象深刻就是 那個誰 潤少跟王菲 啊 對 對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欸 哈哈哈哈 鴨皮跟那個 跟那個誰 跟誰 飛和樂團飛 對 前飛和樂團 對對對 畢竟鬥魚也是我的青春啊 哇 哈哈 對對對 真的有帶點的去聽 對 這些歌的編排跟他的詞 都算寫得滿可愛的 對 但是 我覺得可愛是 倫少那首 真的 真的很可愛 我覺得這就是倫少的 欸 欸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 呃 像他跟王菲那一首 對 他感的慢搖擺啊 可是他第二場賽事地方文化 他寫那個 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對對對 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我覺得那個就還好 我覺得他 他可能想要做那種現在 中國很紅的那種漫搖 那種 對 那種那個什麼 流行電音那一種 對 可是我覺得那一首 我覺得對對對 豐富很多 對對對 變得很 呃 很值得再聽 沒錯 對啊 很科學的 不然你看 像倫少儀 第一個跟藝人合作 他是拿第一名 沒錯 對啊 如果你看第二首如果你在唱 呃 更有共鳴的歌的話 對啊 可惜 所以這個 我們已經進入這個已經 明天要大廝殺的這個六強 欸 對對對 的討論了嗎 也可以 所以這個 我們剛才今天討論一些我們的心得 嘿 對對對 大家參考就好了 對 我們現在我們先幫大家科普一下 總共有進到我們決賽的六強 但應該沒有科普 就是 科普一下 科普一下 台南兩個嘛 一個是央曆跟倫少 嘿 然後苗栗國一個嘛 嘿 對 然後那個 政大黑鷹 想睡覺 對 Wanna Sleep 還有那個 什麼 欸我怕說你們 Wanna Sleep 喔 Rainbow 啊 哥 說話 嘿嘿嘿 我覺得如果依 經驗老到參賽 參賽的戰績豐富 以 呃 還有什麼 還有表演經驗 我覺得 手腕會有最大的冠軍項 他多久了 他做多久了 你知道他多久了 至少十幾年了 喔 幾十幾張 我覺得他應該是所有的六強裡面 最有經驗 唱最久的 好意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唱那麼久了 很意外 他應該是最 年紀最長 他才大我一歲 喔 對 一定要顯示我很年輕 然後剩下都很年輕 對 現在剩下真的都好年輕喔 欸 太晚了 對 雖然我那時候 就一直在唱老手 不可能我沒有他這麼強 欸 哈哈哈哈 他真的好行欸 重點 我覺得他還很厲害 對對對 你看像 你今天 我覺得 今天可以在他六強的總決賽 這個 每個參賽者 我覺得 第一就是他們有實力 第二我覺得他們運氣也很重要 嗯 對對對 你看像央莉 他壓線抽到那個龔靜雯 對 他以氣勢去贏過龔靜雯 然後又抽到買榜 他不是抽到媽子卡 對 這就完全就是靠運氣 然後你看像韓森 他就是運氣不好 他抽到媽子卡 又加上他的 小孩子剛出生 哈哈哈哈 壓力很大 哈哈 對啊 你看這就是 我覺得多少都有一點運氣 如果是以我的這個 個人角度 我會覺得 瘦腕跟鴨皮會 很棒 唉唷 至少應該是 我覺得 前三米應該 應該是有機會 對對對 然後 我覺得央莉莎 是慢慢的 進步 你看他最早的 百秒的歌曲 什麼337 那個 沒有記 對我來說 沒什麼記憶點 一開始是這樣 對對對 直到他到了那個買榜 讓大家 開始聽到他了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他寫 台南文化這個夜市 我就覺得還好 哈哈哈哈 你覺得還好 我覺得沒有get到 我覺得他的 不是因為後面有一個人 你在那邊 我在那邊弄全圈 我跟你講 耶我喬黑沒錯 我把我針對阿 沒錯 我針對阿 我覺得 剛剛《西郎》就是 我覺得他把夜市文化寫太兇了 我覺得他沒有很chill的感覺 這個 我覺得就算他沒有chill 他也沒有給人家有那種很 流汗的感覺 你只知道吧 歌詞沒有很流汗的感覺 你看我今天 很簡單來說,歌詞就分三大流派 第一個就是流淚,要不然就是流血 要不然就是流汗 三流 可是他今天沒有給我那種 因為畢竟我也是蔡英葉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得到這個 他給我的訊息 沒辦法做歌詞 因為我一生生派 但是我不會這樣 請點Youtube搜尋畫畫台南 欸? 沒有啦,開玩笑 我們今天下台南的雅琪 對對對 可惜了 但我覺得壓力就是慢慢有在堆疊他自己的經驗 簡單來說就是 站在這六強的參賽者應該都是熟悉這個舞台 他在這裡擋在房子 擋在彎道廚房 擋在我的電腦房間 看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已經可以有辦法下雨 你看像他們已經 那個大蝦他已經有公布他們的 呃應該是表演的那些畫面 嗯 就是照片而已啦 你就看到每個人 哇那種臉上的自信是 那不可以假的 對啦 像喬治都假出來的 但是 那個自信真的是 給人家覺得 哇他們準備好了 這樣 對啊 這可笑 嗯 欸可笑啥 欸 可笑啊 那邊翹治嗎 欸 他一點也不會可笑 他是可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央帝的這個表現 所以你覺得他可能 你個人認為 以他現在到現在 然後 你想要把他排在 後山 我覺得 那個 依他現在的氣勢 嘿 跟那個 網路上的聲勢 嘿 跟他這樣子 日積月雷的 戰績 獲取前三 也說不定 喔呦 有機會可以踏 踏往前三那一步 喔呦 對那個台階啦 對對對 可是這樣會不會對其他 沒聊到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 嗯 我簡單來說像 論哨 論哨的人 因為他的風格太緊卷 所以我覺得 嗯 嗯 我會期待他在決賽 會拿出什麼樣做 嗯 對啊 你看像 論哨過去 其實到 到那個 那個什麼 集分賽的時候 你可以去 回想 他其實風格都雷同 都很雷同 都很雷同 而且他的唱法都雷同 嘿嘿 他給人家的態度都很雷同 對 我在前期 我甚至我有聽到 一點既視感這種 就是 麻吉大哥 唱台語的時候 真的 因為他的高頻很多 嘿嘿 所以你會覺得 你戴耳機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 喔 這就是 下距下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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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那個想睡覺 正大的黑音 嘿 我覺得他的 我覺得他的那個 唱法 唱法很獨特 對 他也是像那個 看起來不像 不像嘻哈的 不像唱嘻哈的 可是他之前有玩過樂團 喔 對 所以我覺得像 像Lio One也是這樣 他有玩過樂團 然後就回來唱嘻哈 對 然後像Wanna Sleep 所以他也是有玩過樂團 再回來 再跨足嘻哈 跨足老舌 你知道Wanna Sleep 他這次有拿到什麼 好啊 佳姬嗎 欸你們都沒有看 什麼佳姬什麼佳姬 菁英獎 菁英獎最佳嘻哈專精 最佳嘻哈單曲 最佳新人 也是三項 跟那個熊仔一樣 然後跟呂世軒一樣 對對對 所以 期待 我覺得 就算他這次沒有拿到 冠軍 至少菁英獎 菁英獎看得到他 對 至少菁英獎可以看得到他 欸菁英獎是綜合格鬥技 對 就不是這些還覺得人的 對 不是只有純稀哈 對 所以我覺得 希望他如果今天沒有這個 也有那個 唉唷 對 好有一些留言喔 七日可待啦 哇很久沒上線了 林上妍 林上妍說 看到阿霞真的會想到另外一個影片 嘿 然後 想到什麼影片 哈哈哈哈 什麼三千台四千台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再說什麼 請 追蹤好不好 那個喬治 你竟然要幫他蒸粉 呵呵呵 沒有我只他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他這個真的很有梗 喬治應該是我身邊 最有梗的朋友 哈哈哈哈 沒有別人了 沒有別人了 一個喬黑的自白 對啊真的 呵呵呵 然後這個 家要自媒體色的子嫻 嗯 夜市戰歌 聽起來感覺像是要跟奧客槓上 呵 我跟你講奧客 應該不敢在那個田圈圈殺野 對啊 呵呵呵 你看像那個 什麼 欸 阿霞喬治 大家都說他是國民阿霞嘛 為什麼啊 為什麼是國民啊 沒有因為就從開始國民外孫小林同學開始嘛 就他也帶 大家都開始灌上一些國民 喔 對國民阿兄 國民阿嬤 國民阿嬤 國民外孫 等等的啦 可是我跟你講 國民阿兄 對你來說可能是國民阿兄 可是對我來說不行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只是國華阿兄而已 呵呵呵 他不夠到國民的 這個等級 你知道嗎 呵呵 對 然後我昨天其實 欸 我忘記前幾天我去找他 我說 欸 你從我身來 只能可以做國華阿那 你是國民阿那是沒辦法阿 呵呵 他就跟我在那裡起派 你知道嗎 呵 我說啊 你是怎樣 你是要做西市場阿那 還是要做新永華阿那就好了 呵呵呵 越說越小 越說越小 呵呵呵 巴哭阿那 呵呵 欸巴哭還大了一點 對巴哭蠻大的喔 對對對 差不多都是這樣 欸我們剛剛還有誰沒聊到 欸還有一個 就那個 你還了解 Rambo 欸嘿嘿嘿 欸坦白說 因為Rambo前後的造型差異 讓我以為他是什麼 魔王組的 你也差 你也長得太 你也 造型改太大了吧 我跟你講他造型差異差多大 就是15年前的喬治跟現在的喬治 哇 欸那個差很多咧 哇 沒有我說喬治差很多 Rambo還不錯啦 Rambo還不錯啦 Rambo還不錯 我跟你講Rambo有一首歌 我覺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去追上一集 上一集 民謠 那個 上一集我是剛追 哈哈 我剛剛 剛剛在家裡才看大師 是致敬他父母親的職代了嗎 對沒錯 那首歌我一定要講出來 他是 在地文化 對在地文化那一集 木吉他民歌西餐廳 民歌民歌民歌 這首歌 好聽 會唱啊 對 完成度很高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可以 應該可以超過 我跟你講現在目前 大西哈頻道 裡面 點閱率最高的 應該是青蛙那首歌 純響版瀏覽量最高 是吧 是青蛙那首歌 129萬 哇 真的很高 我覺得這首歌有機會 哇 還有誰超過 沒 沒有嗎 196 再來就憑什麼了 比評審還高 喔 真的假的 96萬 比評審還高 對 196 喔 先是評審 先是青蛙 還這樣先 哎呀 這十五歲 真的是不低 真的是台南之光 對啊 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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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那六輕耶 跳六輕 哈哈 十五歲 我還在那六輕耶 十五歲 已經在 齁 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我們看大家的流量真的有 熱度真的有夠 沒錯 像那個青蛙的IG 從幾千幾千 到現在兩萬多嘛 應該超過 很高很高 不錯啦 那個誰 魏邁家 如果要敲青蛙 就敲魏邁家 對 他的 那個 老闆啦 魏邁家 玩國華 三少 魏邁家 說到一豬之汗 我就覺得魏邁家 好可惜啊 魏邁家 這表演經驗這麼夠的 對 他是很夠沒有錯 可是我跟你講 魏邁家 如果以熊仔的標準 魏邁家應該走不遠 因為他只有唱 魏邁家很多歌都用唱 嘿 對啊 如果是以熊仔他說 你這個又沒有練 念的比例很少 這樣子魏邁家 可能會比較吃虧啊 對對對 差不多是這樣 原來熊手就是 熊仔 就是熊仔啊 不只一個嗎 熊手只有熊仔啊 就只有他啊 沒有啦 開玩笑 他很棒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蠻喜歡看他們講評 他們講評其實都 點到很棒的位置 對 像那個 熊仔他就會 專門雕歌詞 對 還會唸歌詞 對 然後像 剃刀獎他就會 聽整體 這首歌 他的 他的 氛圍 他的 或許可以在網路上的聲勢會到什麼地方 他可以聽得出來 這首歌賣不賣 屌不屌 或許他都聽得出來 然後 Liu Wang就是拍子 他說要拍子 對 他拍子真的很強啊 你看像 Flu Band 你看像他的樂手 他的鼓手 又拿到 又入圍精英獎最佳樂手 這很厲害耶 而且你看像 Liu Wang的大港的演唱會 又入圍精英獎最佳現場表演獎 太猛了吧 太猛了啊 所以你看像Liu Wang 我覺得他像 拍子控 我完全是 非常的 非常的敬佩 因為我拍子 我拍子其實不好 我都要慢慢的累積練習 對阿就是這樣 然後 短期就是總結 俠不言語 俠不言語 短期俠不言語 短期比較喜歡 只有 語言來那個 批鬥嘛 就是 這個為什麼不唱台語 你為什麼不唱你的母語 沒有他這樣子 沒有沒有他應該是對我們說吧 阿你的講話不講大語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大家就是 你看台上跟台下 早期其實是一樣的 嗯 對 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他沒有分台上台下 除非表演前表演後而已 沒有 表演前就是 就是氣勢 對 把那個 那個專業戲拿出來 表演後就是錢櫃 哈哈哈哈 喝酒啦 喝酒啦 這樣可以啦 可以可以 然後 那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評審討論完了 然後 剛才的六搶都討論完了 是 看起來還可以 做結尾了 哈哈哈哈 還可以做結尾了吧 真假 結尾你覺得是 沒有你還沒有講你的觀點 你的前三名 欸 喔 我快速的講 我想要講的 就是 呃 整個 我真的超乎我的期待了 因為 我前面對他完全 我完全不知道你有參賽啊 哈哈 我完全不知道你有參賽 那就是那個人海中的一顆 青色的頭髮 對 然後 鴨皮的話 因為他 好像那個叫 風格叫醉油 我覺得那個 聽起來 就很難放進我的播放清單 很可惜 但是我喜歡他 在地文化那一首 這個 棒龍 那個 我有認識了一個新的東西 對 沒錯 所以你剛剛說的那個 能不能做一些不同的主題 真的是 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沒錯 沒錯 至於 這個 我心中 思心希望他拿獎 誰 思心希望把他一百萬拿下來的 誰 我還是希望是楊麗 喔 那這個 這個背後是有很 很長的這個邏輯線 楊麗先拿獎 還要喬治一定紅 還要喬治紅 阿基就跟著紅 哈哈 欸我不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要 我不要因為阿黑阿喬治好了 哈哈哈哈 你偷到粉絲欸 哈哈 除非阿黑阿喬治每一個粉絲 還聽那個李哲當 耶 每個人愛一次 好不好 愛一次 哈哈哈哈 先撥一萬就好 對對對 我的 我的那個 沒有那麼貪心 先撥一萬就好 點 點閱 我覺得 我覺得 有一個 很棒的機率 我覺得 每一個 老實的創作者都應該要去看大廈的時代 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可以讓你有很多的靈感方向 我覺得這個靈感方向是怎樣 像 我自己就會去 呃 想我說 如果我今天是參賽者 我會怎麼排歌 嗯 對對對 你知道嗎 假設我今天一百秒我要唱什麼歌 然後 one by one的時候 要拿出什麼東西給人家 嗯 然後 跟藝人合作 我想要跟誰合作 喔 喔 喔 這方面就貪心一點 哇 很多想像耶 很多想像 然後像那個 在地文化我想要寫什麼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我就會有點想像 我覺得每一個 台灣的老實創作者 都應該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這樣子 我覺得它可以加寬你的 呃 歌曲的歌路 第二就是你的主題更廣 對 這樣是很重要的啦 因為 我覺得不要再讓 台灣詩唱 就只是這樣子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很可笑 因為台灣有很多文化 都需要大家去用 去用手 去用手 去跟它變成一種歌 對 那你剛剛設想的這些 在你行中想像的畫面 有要跟大家分享嗎 其實我 我其實那時候有想到一個 什麼 太近了 哈哈 對 對我那時候想到 你看像那個他們藝人合作 都可以請到三金得主 什麼人都可以來啦 對啊 你看都可以請到三金得主 盧廣仲 金鐘金馬金曲 如果他拿金音就四金了 對 廣播金鐘就五金了 對 太多了太多了 金碎 哈哈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六金 如果今天你看 製作單位都可以請到三金 我覺得如果今天跟那個 亂塔阿翔合作 就已經不是 他天大的夢想 喔 對不對 亂塔阿翔也是 欸兩金 他有金鐘又金馬 金曲 對對對 不錯耶 有嗎 這樣想也不錯啦 有望 最漂亮 哈哈 可以這樣想都不錯啦 對對對 然後如果像在地文化 我會想要 其實我覺得他們在地文化 有些寫的真的不錯 像民歌這個 因為 畢竟台灣真的是 有一大段時間 都是在民歌的這個音樂下洗力 對 對 對 那時候 剛好蹦出一個臨搶 才把整個台灣樂團改變 對 對 然後像那個 喔 那阿翔啊 然後像那個 那個誰 央立寫夜市文化 這畢竟 這真的是台灣的 風格之一 沒錯 然後像 有些人他會寫 欸 收腕是寫的 國外 國外月亮比較遠 沒有沒有 那是韓申 韓申寫台灣月亮 沒有台灣月亮 他也寫得很好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個大對比 對 可是我在韓申上面有得到一個 啟示 到底有什麼是可以代表台灣的嗎 我有想到一個東西 你看今天以廟宇來說 嗯 廟宇畢竟也是從中國 流傳到台灣 台灣在這邊 把他 呃 蓬勃發展 對 然後像 像語言也是 因為畢竟台語也是 招呼全說來到台灣 再經過 欸 現在講些 講些歷史背景 像語言也是 其實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要 說他真的屬於 台灣這個地方 如果今天除了原住民 以外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代表台灣 就是檳榔 就是 檳榔灘之戀 對不對 如果今天檳榔灘之戀這首歌唱下去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第一名是誰 央莉跟 央莉跟那個 亞比嘛 那個 那個賽制的第一名 對 我跟你講 哎呀喬治 第一名一定是你的 哈哈哈哈 檳榔灘之戀 對不對 檳榔灘也是在地文化啊 對 有什麼地方到底有檳榔西施 沒錯 欸不好意思 經紀人 你的經紀人上線 GarWii說 姬哥 下一季幫你報名了 他是一個 句點 他是一個確定肯定句 沒有沒有 重點是 重點有下一季嗎 哈哈哈哈 今天幫我打在留言處 有下一季嗎 不知道 對啦 有機會啦 可是我覺得一個 如果今天要在這個 整個節目裡面 真的有實質的價值幫助 不是拿第一名 就像阿俠喬治這樣 要嘛就是 魔王 當魔王 挑戰賽的魔王 對不對 小人那個表演 表演得很好啊 對不對 小人那個棒也 那一part也表演很好 那個 國旦那一part也很棒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 你今天 如果 如果 有這個 嘻哈夢 對 那就去報名參加 然後如果你再走到一個定位 那你就去參加當魔王 魔王應該是 製作單位找的啦 對 趕快說直接晉級 然後他給你一個句點 好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這樣 對 我開始在累積作詞 哈哈哈哈 我開始以第一季的賽制下去選歌 哦 哦 哦 看一下看一下 台灣文化我一定拿第一名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開人笑開人笑 沒有啦 不要這樣 你如果說馬車門我拿第一名 欸耶 不要不要不要 不好說不好說 對 我覺得這很棒啦 就是希望大家 每個創作者都可以去看 不管你是玩嘻哈 或是玩 就是有在玩音樂的 對啊 都看一下 對啊 啊不要再被阿亞喬治 牽牽牽牽牽牽 對啊 那不算沒心了 哈哈哈哈 大家都阿亞喬治 對 這樣我還要多久 一個小時了 一個小時了 OK啦 差不多了 啊然後我私心推薦 來 私心推薦那個 沖彈蛋上一集是米其林那集 哎呀呀呀呀 再上上一集是 那個 鈣 欸 鈣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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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集都很棒 對大家可以去回溯來聽 聽一下 米其林那集很棒 對啊 我從米其林那集得到一些 真正的一個 哈哈哈哈 我沒有經過腦袋思考的啦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 龍貓給的建議都很棒 然後跟 沖彈蛋兩個這樣 互相切磋 這樣 對 台灣真的 呃不 台南真的需要米其林嗎 嘖 自己去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泰 泰 沒有啦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然後還有一些訊息可以公佈啦 欸欸欸 我之前不是誇下海口說我IG破2000 欸對勒 破2000了嗎 我看一下 因為前幾天還掉三個 哈哈哈 他只要不兩 那我2000 小事出來面對 耶 正好2000整 剛好2000整 可是我剛才發現有一個是假帳號 所以應該會變1999了 涼咪啦涼咪啦 對阿2000 兩天要怎麼樣 對兩天要怎麼辦 就是在印地租一間練團室 然後租兩個小時 然後練團給大家看 因為為什麼呢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啊 沒有啦 當然還是會開槓一下 也是錄一集啊 然後 為什麼會想要租這個練團室的原因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那個公司來採訪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欸那我們就租個練團室來練唱一下 因為畢竟也很久沒有拿到麥克風唱歌 唱歌這件事了 對我來說很陌生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就把麥克風唱下去 然後音樂放下去 然後第一首歌 我就說 欸那你們想要 先拍哪一首 然後說 欸不 你就推薦一下這樣子 我說喔那我就白色狗布好了 你放在前奏一下 我差點哭出來 我好久沒聽到 哈哈哈哈哈哈 好久不見啦 哈哈哈哈 別想要摸啊 然後越唱越開心 你知道嗎 然後不是白色狗布這種歌唱我們會開心 是 你那種熱度 你知道嗎 你就很想再唱下一首 然後他拍完兩首 第二首就是會贏的喔 他說欸好啊 我們下一個景 收工收工 沒有沒有說我們就拍下一個景 就是我要去收音 就假收音 哈哈哈 假收音的時候 對然後我就說 你再給我兩首 哈哈哈哈 我說 借大哥不好意思再給我兩首 我再唱一下 因為我時間還沒到嘛 可惜 對啊 然後下次就 當做錢櫃在唱啦 哈哈哈哈 我們就帶酒進去喝 哈哈哈哈 看一下看一下 對啊 就這個 就這個兩千 那請問一下 他的練團是可以開放報名的嗎 開放大家 直接以觀眾的身份 應該還是以 少數人為主啦 好 少數人 那就有興趣先私訊 對 有興趣 想來再說啦 對啊 因為時間很不一定嘛 因為我們衝哥 不是在直播 就是在直播的路上 哈哈哈 抱歉抱歉 今天是太晚 太晚來了 對所以我們就時間不一定啦 然後如果要開的話 我提前跟大家講 好 然後我們又加上 我們最近又有一些小禮物 要送給大家 對不對 我們上一次那個 在新化那一集 進化那一集 真的把那個什麼 送出去了 維米 維米思良 真的把維米思良 送出去了 給一個大哥 沒錯 所以我們這個是說到做到 沒錯 最誠心誠意的 Podcast 就只有沖在子 阿姬寫歌 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下一個 在旁邊還有一個 說故事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怎麼要送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 上一次有提到的那個 原來台語這麼說 欸 原來台語這麼說 哈哈 原來台語這樣說 對對對 要用台語說 對對對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我有雞買一本 對 我想要雞買一本 我自己也有一本 對 所以我想要把一本送出去了 那怎麼送 就 練團的時候直播送 好 齁 要什麼 刷一排加一 哈哈哈哈 然後分享到各大社團 哈哈哈哈 五個 然後上面就會出現分享者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哈哈 也可以 沒有沒有 簡單的 對得到 對得到 對不得到 沒關係 好 對不得到 對嗎 因為我都對得到 哈哈哈哈 喬治現在在說你 好 對得到 喬治 祝喬治有 呃 瘦到一百以內的那一天 哈哈哈哈 你是有期待 我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欸 真的 我最近講 胖子真的是 潛力股 我最近看到那個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超補丁納 嘿 超補丁納裡面有一個胖胖的叫做 歐吉虎 你知道歐吉虎嗎 然後我最近粉絲專業PO了一個那個 歐吉虎 瘦身有成 在那個一個鏡子前面拍照 然後就問大家說 請問一下歐吉虎穿什麼size 哦 然後我在下面寫 阿兄喬治除以二 哈哈哈哈 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哈哈哈哈 你們說也許是除以二 對 有可能還要再除以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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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這個喬天很禁止而已 等一下我還是要釐清一下 因為 曾經喬治有拍一部片說他要減肥 那 有 哈哈 那時候他兩體重還在旁邊 哈哈 那後來 怎麼了 我跟你講 他好像 前兩天有 客製 吃飯的量 哈哈 第三天我發現 他 拿了一個 一個 那個購物帶進來 下面有一盒炒飯 上面那盒 我以為是 湯 我以為他是那個 湯鍋 湯碗那種 對 紙湯碗加鈣湯 我以為是湯鍋 不錯喔 只吃一個飯 這樣子 有成長喔 因為他便當 便當都加30塊 你知道吧 對我講好幾次了 然後我就不想 欸你這個 上面說 欸這什麼湯啊 沒有那是 牛肉灰飯 哈哈哈哈 我都拎拎 嗯 嘿嘿嘿嘿 所以也一樣 所以在那個 減肥期間 他就是破功 對啊 那你們後來 有拍一部 破功的影片嗎 好像有在拍一個 他量體重 欸沒有 因為大家知道他破功了 好像他有一個金額 對不對 就這樣收到多少有一個金額 好像大家會拿多少出來 然後沒有達到他必須要再給我們 什麼樣的東西回饋 結果也沒回饋 然後也沒辦法 大家都把錢收回來這樣 我們現在就直接開空頭支票 不要說空頭有點太嚴重 我們直接開支票 喬治 如果 瘦到110 110 很難嗎 有點難 他好像比小丁那還重 說到110 好不好 那個 那個 丹丹和寶 丹丹和寶兩組 可以嗎 丹丹和寶兩組 自由搭配數字 不限期間 只要他肯瘦就行 對 只要你有這個決心就行 好不好 兩個號碼任你選 你要兩個最貴的都沒關係 蛋蛋漢堡 這個不錯 雙套餐 很棒耶 如果你吃不下也可以拿給朋友吃 一個Share的概念 我相信他可以的 對 這很棒耶 我第一次想到這個禮物好棒喔 老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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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他受不下來老乾杯 對啊 對啊 我們要這個 老乾杯100 沒有沒有我們只需要喬治有這個決心 等你收下來我們一起去吃老乾杯 刷你的卡 因為你瘦下來 因為是我給你的決心 好啦 就這樣子 感謝線上的這個同上的朋友們 嘿 大家下次練團事件 喔 真的假的 是嗎 好啊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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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啊